歡迎收看臺灣上前行 臺灣鄉前驚 我是孟琪 山陀爾來襲 今天全臺灣都放了颱風架 只是這個基隆怎麼又成為全臺的討論焦點呢 因為北北基陶原本都說好 會一起宣布要不要放假嘛 可是昨天晚上的情況是 基隆搶先宣布 後面北北桃才跟上 被網友猛虧 這是不是北北基陶生活圈成了一日救糧圈呢 這個放不放颱風架 政治考量跟科學依據 到底哪一個才是判斷準則呢 好 那另外一方面 金華城岸現在越演越烈 昨天大家都有注意到 柯文哲出了奇招 他拒絕應訊耶 那麼學姊黃靖穎也幫忙說話喔 說這個檢察官這樣子重複提問阿伯 這會給人家帶來很大的心理負擔 那麼同樣也是被羈押禁見的沈慶經 傳出全身抽搐再度送醫 那麼台北看守所也證實了說現在配合醫主正在辦理住院 好 那麼後續金華城岸會有什麼樣子的發展呢 我們稍後帶大家繼續來追蹤 我們趕快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我們邀請到的是民進黨立法委員李昆成 孟淺好 大家好 接著歡迎到的是專業律師陳軍偉 孟淺好 大家好 接著歡迎到的是國民黨桃園新議員黃靖平 孟淺泰卡平安 接著邀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王時期 大家好 好 最後歡迎到的是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孟淺好 大家好 首先我們一起來關心山陀爾的動態 真的是撲朔迷離 現在日本路徑的預測大改 說有可能會變成所謂的西部大眾走 那這樣子對我們台灣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呢 現場我們趕快把時間交給家凱主播 好的 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那麼目前這個颱風的動態來看 昨天一直到今天為止 產生比較大的改變 第一個就是他的路徑 原本是從這個臺南高雄登陸 穿過中央山脈 花蓮出海再往北 那氣象署所預估出來的路徑 可能就沿著中央山脈的西側 往北的方向移動 那事實上這兩條路徑 對臺灣的影響程度 並沒有差別太大 因為颱風強度減弱的速度會很快 那第二個就是他本身的強度有減弱了 越來越接近以後 整個強度還會再減弱 原本擔心以強烈颱風的這種狀況 登陸臺南高雄 這個登陸點可能會出現十七級以上的強震風 這種狀況已經沒有了 那至於說今天到目前為止 累積降雨量增加 最快的就是在臺東 那最主要是颱風在西南邊 所以這個時候風吹進來 迎風面的地方 臺東所帶來的降雨就最多 那其他地方高雄 屏東 澎湖 花蓮多 也都有一百多到兩百多毫米 如果把前天的雨量再加進來的話 這個臺東金峰鄉 已經超過了一千毫米 那這個屏東的春日鄉 也有八百多 花蓮高雄也有三百多 四百多毫米 主要都是以東部 還有這個屏東高雄的山區為主 那至於說颱風的位置 過去這幾個小時 移動的速度還是很慢 有一段時間幾乎也是在原地這邊打轉 但是未來會逐漸的往比較偏 北北東的方向移動 因為移動速度慢 所以不管是未來的路徑 或者是登陸的時間 這個變化都蠻大的 這個移動速度慢 代表導引他的力量 是比較弱的 某一方面的力量 一旦稍微增強 就有可能改變他的路徑 以預報路徑來講 大概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氣象人員 人員主觀的預報 就是看完資料以後 再把這個路線預報出來 第二個呢 沒有加入人為干涉 這個人為干涉的因素在裡面 電腦根據資料 自己跑出來客觀的資料 主觀的資料 氣象預報人員判斷出來的 其他各國大部分的路徑 跟氣象署是比較類似的 但是電腦跑出來的資料 就不太一樣了 這種客觀的資料 美軍接近到恆春南邊 他就減弱了 可能就變成這代性低企業了 另外日本跟歐洲 大概跟原先預計的差不多 臺南高雄這邊登陸 從花蓮出海以後 再往北的方向上去 兩條路徑事實上 剛剛也提到了 對我們臺灣的影響變化 倒不是說會有很大的改變 主要是強度會減弱的很快 那提到的強度 接近我們臺灣的時候 他有可能在減弱變成為輕度颱風 或者是中度颱風的下陷 那這縱使登陸了以後 受到地形的破壞強度 也會有減弱下來 快的話 可能明天 慢的話 後天他也有可能在 臺灣的上空就減弱 變成為熱帶性低氣壓了 那登陸的時間 因為速度慢 所以登陸的時間 可能差別很大 一旦稍微加速一點 有可能今天晚上就會登陸 那如果以現在這麼慢的速度 來講的話 可能要拖到明天早上 颱風中心才會登陸 登陸以後往北的方向上來 那所以今天越晚南部 還有臺東 甚至花蓮的南邊 還有外島的澎湖 金門 整個風雨都會有比較明顯的增強 等到登陸了以後 明天一整天雨是比較大的地方 換成是北部跟東北部 南部臺東這邊 明天的白天 尤其是明天的下午 整體的這一個降雨 減弱的就會比較明顯一些 那我們再從衛星雲土來看看 雲層發展的狀況 颱風岩在這裡 原本看起來相當的銳利 但是颱風岩雖然還看得清楚 但是已經沒有那麼銳利 代表強度都有在減弱的 雲層還算扎實 一旦進來以後 他的強風區 也就是眼牆 還是會碰住到南部 登陸的點 可能就是在臺南高雄附近的 至於雷達上面颱風 也在南邊這邊移動的速度相當的慢 從雷達上面 就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那外面比較厚實的雲層 不斷的進來 先影響到的 目前就是在臺東 但是我們看到 這一個黃色的顏色 也已經慢慢進入到南部 這一帶囉 臺南高雄 屏東整個雨是都在增強 當中的 雖然他上來以後 強度會減弱 沒有十七級的強陣風 但是中部以南一直到臺東 那甚至到外島的澎湖金門 都有可能出現十級到十二級的強陣風的 至於氣象署所預估出來的降雨狀況 這次的颱風的路徑 對中部的影響是比較小 我們看到平地方面 事實上降雨的量並不多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縱使颱風中心要登陸了 中部的平地這邊降雨也不多 南部的降雨會逐漸的開始增加 這個是今天白天 這個是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隨著颱風中心在接近沿海 這邊紅色的顏色開始出現了 那花蓮還有臺東這邊持續的 都有這種大豪雨 等級以上的降雨 等到了禮拜四的白天 颱風中心已經上來了 受到地形的破壞 它的強度會減弱 南部這邊的降雨 明天的下午開始 應該就會減弱許多了 不過東部這邊 可能要等到了禮拜四的晚上 開始降雨才有機會減緩 北部這邊降雨開始增加 包括了差不多桃園 以北 一直到基隆 宜蘭 這一帶降雨增加了 禮拜四晚上到禮拜五 清晨就可以明顯看得出來 南部東部這邊降雨減少了 不過北部東北部這邊 還是會有這一種大雨 豪雨等級的這一種降雨 那就這三天的整體的降雨 來做比較的話 這個是今天颱風中心 在接近的過程 雨勢比較大的是南部 還有東部這邊 等到了明天白天颱風中心 在我們陸地上面的南部這帶的降雨 就沒有像今天來得多了 但是北部這帶降雨 明顯開始增多 禮拜五很明顯的南部 花東這邊雨在更為的減少 北部這邊局部地區 特別是山區 可能還是要注意有大雨 豪雨等級的這一種降雨 整體而言 颱風對我們臺灣的威脅性 隨著它的強度減弱 是有在減少的 但是可能還是有局部地區的 這種強風 還要注意豪雨的狀況的 接下來再把現場交完給主播 謝謝阿凱主播 繼續我們來關心到 這個山陀爾颱風 目前還是來勢收收 那麼現在在南部地區 墾丁的風雨 有沒有逐漸變強這樣子的趨勢呢 現場的狀況 我們連線給尹晨 來告訴我們 尹晨請說 好 主播 目前這個所在位置 一旁就是這個知名的墾丁的景點 船帆石的一個現場 你可以看到 隨著這個山陀爾颱風呢 是已經朝了這個臺灣 不斷地來逼近呢 目前在這個河淳地區的風 跟雨勢都是變得非常 非常的一個劇烈 然後你可以看到 目前在這個海面上呢 其實都已經 整個幾乎灰默默的一片 都已經是看不到現場 甚至是連這個船帆石的 這個知名的地標 幾乎都已經被籠揍在這個 在這個雨勢跟這個 整個的一個 幽霧的當中 整個都已經看不太到 船帆石了 那目前我們在這個 墾丁地區呢 因為收到這個 山陀爾颱風的這個印象 雖然說它還沒有登陸 但是呢 這個下午過後 可能這個風勢跟雨勢 可以看到 目前是非常非常的 一個劇烈的一個情況 風勢是越來越增強的 一個趨勢 那麼雖然它還沒有登陸呢 那不過呢 預計說今天到明天呢 會是影響最微劇烈的 一個時間了 所以因此目前呢 在現場的一個風勢跟雨勢 都是相對來說非常非常大 那這個風勢 可以甚至說是來到了十三級 也因此造成的這個平溝呢 有十個鄉鎮呢 都是有一個停電的一個狀況 那也提醒這個觀眾朋友 台風騎先生就待在加州 務必待在加州 注意資深的安全了 以上就是在墾丁現場的最新情形 先把施約幸福交換給朋友的主播喔 好 謝謝辛苦的影城 帶給我們第一手的這個消息 好 剛才看到 這是來自於這個墾丁的狀況 請教瑞德哥啦 雖然說這個山陀爾颱風呢 已經為這個強臺 已經變成中臺了 但是對於南部地區造成影響 還是不容小覷的 那只是說 我們北部地區的朋友 今天講起來大家比較不好意思啦 因為好像很多人覺得 放颱風講好像 有一點放得莫名其妙 尤其昨天晚上 大家其實八點鐘都在警釘說 北北基陶 這四位首長到底怎麼做決定 結果第一個第一個先發生的 是謝國良 離紅台上樓的家人 結果在北北基陶裡面 他是最第一名 第一個先宣布放假的 瑞德哥 你有沒有看出什麼樣的美港呢 國定假日 國定假日 謝國良嘛 國定假日嘛 你這個很貼切 今天晚上不用幾點了 我都可以替謝國良直接宣布 我相信他明天一定也放假 那後天放假 看這個颱風心情好不好 這個颱風當然就是有點欺人太甚啦 你這邊繞那麼久 然後今天北北基陶 當然大家大家放得有點心虛 為什麼 因為天氣這麼好 今天天氣非常好 有人還去慢跑 有人跑去幹嘛 剛才有畫面閃過人在慢跑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那因為當然沒有錯啦 是料底同關 不過料底同關的前提是 還是必須要相信科學 是是 北臺灣都還沒有列入 陸上颱風警報的範圍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那臺灣就怎麼那麼慢 所以你就你沒有用這個所謂的科學做依據的話呢 就隨便放 然後一個我覺得台北市長蔣萬安說 那麼因為附近上班上課可能會遇到或怎麼樣 這不是理由 我覺得這不是理由 當然料底從寬 我贊成 像如果是在中南部的話 我就贊成 應該要停止上班上課 因為隨時一陣強風來還是很可怕 樹被吹倒啦 還是這個山洪爆發 那當然非常可怕 當然問題是從科學講 拜託如果從科學講 你知道嗎 最新的中央氣象數得相關預測 明天會不會放假 我跟你講 因為剛好我們那個桃園市議員 黃敬平剛好在現場 我都已經知道 那個這個北北基陶不是說生命共同體嗎 又可以用這個理由作為放假的一個藉口 為什麼 中央氣象數的相關的數據呢 事實上明天是不是能夠放假 桃園以南是有點符合的 風力 但是雙北跟基隆沒有達到標準啊 但是湯很無啊 對啊 大家都是哥良好一對寶對不對 所以呢 一千二大月票都綁在一起了 所以明天會不會放假 大家等著看 八點要公佈嘛 不過希望謝國良不要搶 今天都放了明天還不放 你看你看 就來了 你把你加一加呢 今天無風無雨都放了 今天無風無雨對不對 天氣這麼好都放了 明天風大雨大還不放了 天氣這麼好能夠不放假嗎 欸套上我們律師還去罵免 律師去罵免 所以人家救謝國良的 就只有颱風了嘛 對不對 一切為了不要被罵免嘛 最好放到10月13號 熬了一百萬兩綁了 剛才放到14號算了 放下方就沒辦法了 下個禮拜一起放好了好不好 散後好不好 上後颱風散後 下禮拜四一定會放的時候 國慶啦沒有散 所以你就知道嘛 這個謝國良 我覺得他有點操之過急啦 因為大家講好就好 你搶 幹嘛搶呢 還有啦 謝國良現在越低調 越容易避開這個所謂罷免嘛 沒有 瑞德哥 我稍微給謝國良補充一下 他意思是說 其實我沒要逃走 但是剛好咱們媒體都在旁邊 真奇怪 謝國良跟他的基隆有關的都很奇怪 昨天晚上也去問他為什麼 你新聞越少越好 一個人工草皮 放那麼多的沙包在那邊幹什麼嘛 莫名其妙嘛 他很重視那個草皮啊 他說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喔 他跟柯文哲一樣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是局數首長 因為上一次說 他真的有招了啦 上次颱風 上次風災來的時候說有掀開來啦 怕去影響到行人啊 那歸根結底就是 你幹嘛有那個人工草皮控啊 你知道嗎 你非得要人工草皮不可以 每次只要風大一點雨大一點 就要用好幾百個沙包 後來發現那個媒體去拍了 議員去拍了 沙包聽說還有減少 這不是更危險嗎 本來還鎮得住的 沙包還減少 到時候萬一真的吹怎麼樣 所以你一連串的政策都是錯的 我的親人都有那個 明天早上打算搭飛機 直接到日本玩四天的 你知道嗎 他跟他堵了 他跟他堵了 行程繼續這樣 堵了北北基塔 後面就放下去 一路放下去 因為這個颱風實在太過分了嘛 本來今天 今天晚一點應該就要出海去對不對 不是啊 什麼還要拖到禮拜五 禮拜五我看了一下 最新預報說禮拜五的那個颱風 颱風眼啊 剛好在林口附近 這是這是目前的 目前的這個預料 等一下又跑到哪裡 會不會突然間就消失不見 對不對 所以呢那當然啊 我還是一樣說 雖然北台灣好像沒什麼風雨 還出大太陽 但是南部那個浪還是很大 你看那個台東啦 蘭嶼啦 還有高雄一些地方浪真的很大 那個堤防都可以打壞掉 所以不要開玩笑 我今天看到有點心酸 看到那個高雄有人把那個機車不吊起來嗎 還要把汽車吊起來的 怕淹水啦 怕淹水啦 因為如果變成那個那個水泡車的話呢 泡水車的話這個車子就完蛋了 因為上一回凱米真的淹怕了 做好颱風防臺準備啊 因為因為自有這個颱風的預報以來 沒有一個強烈颱風從高雄登陸過 上次賽洛馬颱風整個 大家在講什麼路數啊 倒幾顆 上次賽洛馬來的時候 1977年的時候 高雄八成的路數全倒 185個那個臺電高壓電塔全歪掉 整個臺灣變成分區停電啦 整個高雄港那個傳承的 都要斷懶的亂跑的一大堆就對了 所以做好防臺準備 我看這幾天大家搶的大概 大概是中元節以後最大的一個物資 搶了一大堆嘛 在某種程度上這樣是對的 因為我有發現 在山區的海邊有一些 有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啊 他們竟然連存糧的那種概念都沒有 這是不對的 你家裡的米 麵條 還有泡麵當然不要講 泡麵應該方便 還有這些罐頭 因為罐頭一放一兩年嘛 所以這些平常就必須要準備好了 做好航台措施 那麼減少再來帶來的意外 我跟你講一條人命都嫌多 所以呢大家做好 不要不要看北北西頭 天氣這麼好就應該放台灣架 大家都跑出去外面玩對不對 KTV被定滿了 這樣就完全不對 因為突然間萬一來個什麼東西的話呢 那發生什麼意外那怎麼辦呢 嗯 真的 我們今天的來賓 有各個縣市的代表 時期那邊台北的啦 敬平 桃園 還有我們律師這邊是台東的代表 那怎麼樣律師 今天早上是說在哪裡有這個慢跑呢 我今天早上 我的家鄉是在小琉球 但是我早期是在台北市慢跑 因為我原本想說 今天放颱風這麼應該出去會 哇大風大雨風雨大晟 結果沒想到 既然還有太... 風雨大啦還蠻涼的 對啊所以很適合慢跑啊 所以我才說我才去慢跑嘛 不容易汗 所以我才會說 其實要不要放颱風 我幫大家抓了這個法條 其實也是有一些科學依據的啦 是有這個... 律師我們稍微展一下角度 有這個法條的這個依據啊 他有規定說這個颱風啊 風災已達下列基準 得發布停止上班上課 比如說氣象預報規定 颱風暴風半徑於四小時內 經過之地區平均風力達七級 或陣風可達十級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怎樣 必須要達七級或十級以上 那看起來我們大台北地區 應該是沒有這個狀況 有 蔣萬恩今天有講 他說早上平地七級 三地十級 沒有啦 鏡像組他早上已經下收了 他說今天早上他在防災中心 對啊所以我一說 當然你說法條德 什麼叫德 就是你可做你可不做嘛 那今天主管機關的長官 這些首長們 他選擇這樣做 當然你就是承擔某些責任 那剛剛那個瑞德哥也講 沒錯其實料敵從寬 我們當然希望保障全台灣 老百姓的生命財產的生命 這個當然是最重要 可是我還是要提 我不是要唱 所以說一定不要 反而是說來你看一下 這是今天民視的新聞 他說是無風無雨 颱風無風無雨 架的這個颱風損失大 台灣一天損失至少三百一十五億 那大家會覺得奇怪 沒去上班怎麼會損失 拍謝有些機電廠房 他是不可能停班的 所以你就算放颱風架 他還是要有人在裡面 stand by 但stand by 你又沒辦法產出 而且大家知道 如果颱風店要去這個上班 必須要double的薪水 而且員工可以say no 這樣加起來全台灣 一天就損失三百一十五億 而且很顯然看起來 這個狀況 明天有可能再放一次 颱風架機會是蠻高 所以這個三百一十五億 要乘二就變七百三十億 所以台灣在這兩天 就損失了七百三十億 所以我覺得大家去思考 就是說當然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每個人的生命財產都是最重要 可是全台灣 他可能因此損失了 這一些的這個財產的 這個損害 這也是要衡量 我回頭來講這個謝國良 我說大家說他今天 張燕莽頭照 我說他偷跑不是第一次 為什麼 偷跑不是第一次啦 請問一下當初被罷了 是來自於什麼事情 就是Nike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人家法院還在訴訟 NIT 抱歉 跟證 帶Nike也不來 跟證 跟證 我早上我早上穿那個某名牌去 鄭重在聲明跟Nike無關 他沒有置入 他不是拿了什麼廣告 我說就是因為那個商場是NIT 人家法院還在訴訟 還沒有到最後一關 有一點法律知識人都知道 你必須三審判決定驗 然後拿著法院的判決書 去申請強制執行 才可以去查封 才可以把人家趕走 結果在法院還在訴訟當中 你直接就進去把人家的人趕走 所以我說偷跑不是第一次 過去就是因為這樣 才會產生罷良的行動 那這一次又產生了一些負面聲浪 所以我覺得國良兄應該去想想看 到底為什麼你每做一件事 你覺得你是為市民好 但是市民或全台灣老百姓 好像不是這麼看 我就要去思考看看 放台風假這邊也有新北代表 昆程委員來補充一下 當然其實有兩種的聲音 有的人也拿這個謝國良恭維說 有可能早上沒風沒雨 你怎麼知道下班的時候 說不定下班那一段風雨很大也不一定 那只是說昨天這個決策 因為基隆他真的第一時間 他就先宣布了大概跟其他北北桃 大概至少都差了大概五分鐘 他們先說 那謝國良的解釋是說 就剛好他宣布的時候 媒體在旁邊 所以就剛剛好大家就比較早知道 可是看在其他人的眼裡 像是鄭運鵬他就說 謝國良先說 他是不是怕其他三個市府反對放假 所以先說先贏 只好率先宣布 那北北基陶這個罷免颱風假 未來會不會名流侵蝕呢 這個今天大家已經開始在討論 是不是真的謝國良想說 我現在要去用白飯 所以很歡樂 不如乾脆反正就放一放好了啦 以免被人家說話 有沒有這樣的那種心態呢 就是現在是北北基陶四個首長 其實會一起宣布 那因為過去有很多的例子 就是說不要偷跑 大家一起宣布 免得說有人宣布了 大家都說這個首長好 有人亂宣布就說不行啊 怎麼這麼差 旁邊都已經休息了 之前最常被罵的是桃園 應該說桃園的市民都很失望 那人家北北基再放 桃園都沒有 就像好像是前天吧 嘉義縣有放 嘉義市沒放 也一樣被罵 那所以基本上是北北基陶 如果是生命共同體的話 這應該是要一起宣布的 但是謝國良就提早宣布 提早宣布 真的我覺得有點勤勒 就是勒索這個 雙北還有桃園的市長 拜託一定要放 一定要放 如果這個不放的話呢 那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有點民怨 我先想 我先放的話 大家覺得說哇 謝國良好棒棒 率先這個北北基陶先宣布 那所以呢 他就是提早了大概十分鐘左右 他就先宣布 就是說這個今天就開始停止上班上課 然後呢 但是他又不敢承擔這個責任 他就說媒體剛好在旁邊 什麼他在講電話討論的時候 媒體剛好在旁邊喔 所以他們聽到了 所以呢先講出去的 不是我 那些媒體 所以謝國良是敢做不敢當 那所以也就是說 我第一個我認為就是說 他是有點勤勒 這個北北陶的市長 因為根據啊 昨天這個氣象署 他在晚上七點 因為他們八點要宣布嘛 晚上七點的時候 他已經有下修 這個北北陶的陣風那 山陶騎風 就這個他平均陣風 我看齁 在昨天下午七點的時候呢 這個北北陶的陣風 is六級 然後基隆只有四到五級 基隆只有四到五級 然後這一一個陶淵比較大一點 什麼六級七級轉八級 好那不管齁 但這怎麼樣都沒有到十級嗎 好因為剛剛這個律師這邊有講 就是說按照這個放假標準的話 他平均阵风要七级 那是最大阵风要十级 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而且他还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是在暴风半径 未来四小时会经过的区域 那我们都知道说 山陀螺他是在南部 在这个屏东高雄那边一直徘徊 他其实都还没有到到北部 所以北部其实都还没有发布 这个等于陆上台风警报 陆上警戒都还没有到桃源 所以就是就放假规定来讲 他也不到这个平均的阵风 或是最大阵风 那所以说是用偷跑 为什么要偷跑 就像云鹏所讲的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罢免台风架 就是要讨好选民 讨好选民就是说 这个如果大家今天有放假了 这有个小确幸 大家很开心 那就会感谢谢国良 那我看今天记者也问 有问这个蒋湾 有问侯友宜 那他们的标准说法就是 因为北北基陶 就是生命共同体 所以说如果这个只有 这个他们不放 那基隆要放的话 那这样也不行 那所以要放 大家就一起放 如果只有基隆放 那是一个很尴尬的场景 因为一起离红台想横的 他就离台风队员 然后只有基隆放 大家觉得说 你就是放罢免台风架嘛 那所以他就绑架 另外三个手掌 大家一起来嘛 大家一起来就减轻我的 这一个不是为了 因为罢免才放假 是因为真的 好这个阵风非常大 所以才放假 但实际上今天 大家看嘛 就是说跑步的跑步啦 然后去去百货公司的 去餐厅的 去唱歌的也有 对对对 那当然今天下午之后 可能风也会稍微大一点 但是很明显的 今天上半天 今天白天 都没有嘛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台风架 真的放得有点离奇 因为我昨天大概快八点的时候 看到说什么北北基陶桃要放假 我想说这不是假讯息啊 怎么可能无风无雨啊 我还怀疑一下 我还想说是不是假讯息啊 我还说先不要发 对我们先看一下是不是假讯息 因为我同事跟我讲说要放假 我说怎么可能 那结果发现说基隆先讲 那基隆先讲就是就确定了嘛 就是罢免台风架嘛 那个草皮 那个事情也真的很蠢 真的很蠢 就是说因为过去这一个 这沙包给他抵着 对就是我不知道说他那个 他这个草皮下面是不是有黄金 所以用这个沙包 去押这个草皮 因为他之前有说过 这个假草皮 台风来的时候真的有被掀掉 之前有被吹掉 对对对 那所以呢 谢国良就是下令呢 就是用这个沙包 把这个假草皮 把镇压住 不让这个假草皮跑掉 因为假草皮跟他也是命运共同体 所以假草皮如果非得 那算是他的政绩之一 对也是他政绩之一嘛 谢国良就想到那个草皮 对对对 所以这个互助他的人空草皮 好像是互助他的这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他也是跟他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那总而言之啊 按照今天这个白天的这个情况 无风也无雨 那你说明天如果不放假的话 大家会说不过去 明天不放假大家就会骂谢国良 今天这样子的状况你都放吗 明天怎么可能不放呢 如果明天有下雨不放假的话 大家就骂谢国良 哇现在这个怎么办 现在跟他说北北鸡桃生命共同体啦 精品议员 其实昨天大家在媒体群组看啊 大家在想哇 北北鸡桃都放了 那时候就在算说 全国还有哪几个县市还没讲 大家就剩下新竹苗栗 你们最北边的都放了 人家竹苗 后来当然也是跟着放啊 这个顺序昨天大概是这样 那那说真的 精品今天在桃园的状况 平常心共啦 你觉得怎么样 桃园其实也是出太阳 早上也是出太阳 早上也出太阳 一直到中午都出太阳 然后其实出太阳之外 风吹的还蛮凉的 他有没有达到那个放假標準 每个人对天气的感受 我不能骗大家 也许大家正在看民事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跟我一样出去 去买便当啊 然后回去 然后回来就开始看民事 然后边吃便当 然后觉得这种日子还是蛮休闲 还蛮悠闲的 因为放颱风假 悠灾 对 因为我早上去 有些店还真的关门了 有些可能店家因为房台准备 然后也担心有一些災害 那但有些店家也很认真 他就这个 还是这样照样大排长龙 我也是排队排了半个小时 然后也是买便当 因为想请赵议员的是之前啦 有人家说北北极桃共同生活圈 可是张善政有的时候很坚持 已经有好几次都这样子 好像去年也是这样 就很坚持 然后后来就被骂翻了 就是新竹也放 然后这个北部也这个也放 然后就是桃园没放 是 所以会觉得他标准很严格 昨天有些人在问我的时候 我就想说以张善政的个性 应该是不会放 对 结果到昨天晚上八点的时候 因为包括我自己家人 或小孩问我说 爸爸晚上会不会宣布 我说看市长八点会宣布 我不够看啊 我说应该是不要期待 我说不要期待 我就这样 结果八点放的时候 我太太说八点半宣布了 我说宣布了放吗 他说对啊 我还蛮讶异的老师说 那当然或许大家会猜说 是不是跟谢国良有关 你要说没关 那你猜猜看嘛 你觉得呢 我觉得都一定有相关啦 如果说如果说基隆已经先喊了 你会不会太坦白啊 基隆已经先喊了 北北桃不跟着喊 你到时候让基隆一个人去承受那个压力 那不是 如果我是县市首长 可能也会这样子将心比心 但我举一个例子 九月三十号晚上 在这个面临这个山陀额台风要来的时候 十月一号 那南台湾很多县市都放假的时候 只有一个嘉义市的国民党的市长黄米慧 他没有他没有宣布放假 就就昨天十月一号 昨天嘉义市是成为这个嘉义以南的台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南台湾唯一一个县市里面的嘉义市不放假 嘉义线有放哦 所以昨天嘉义市不放 很多就拥进那个黄敏慧嘉义市长脸书去骂他 你在干嘛 你为什么不放啊 就说他跟嘉义线不同调 然后开始去出征他 然后就开始去 那当然黄敏慧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他就后来记者昨天就这个今天有问他 他就说有时候这个事情一定有人放与不放 就很为难一定有人骂放有人骂不放也有人骂 所以一定会有人批评 所以他自己就这样就是承担嘛 那后来也有人看到说啊 昨天明明嘉义市就无风雨干嘛要放啊 就跟今天我们在讨论北北基桃台北跟桃源 一样的状况嘉义市也是这样 那高雄市在昨天他其实也没有什么风雨 也是还一度出太阳 然后也是一样 陈其麦市长也宣布放了 那包括昨天和今天他就连放两天 所以当今天有人在问这个高雄市长陈其麦说明天会不会再放啊 会不会可能连放三天 那他说不排除这个可能 所以很多的网友就涌进高雄市长陈其麦脸书说 真是潇洒最潇洒的男人啦 所以我就说你说讨好民众还是怎么样 如果我也是县市首长 我会觉得说还是站在民众大部分的想法 这有时候就是一个小确幸 那像台北市 刚刚这个军委律师他有提到 的确啦 我相信这种天气是还蛮适合跑步的 还蛮舒服就算是流汗也不会觉得身体黏黏的 风大然后没有太阳 但是蒋万安也同样 虽然也有人骂他 这个台北市没什么风雨放什么放啊 就像刚刚军委律师提到那个铲子 但是还是很多人称赞他很帅啦 就像说称乎陈其麦是潇洒的男人 称乎蒋万安最帅的男人 我跟你讲放假的时候大家心情都会很好 我早上还看到那个 有民事有电视台去采访 跑到那个钱贵KTV门口去访问民众 民众还说感谢蒋万安 那废话你可以跑去唱歌 你当然感谢蒋万安 还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订包将订好久啊 等了好久才等到啊 我还是提醒他就像瑞德哥讲的没错 就算是放台风架 大家难得在家可以休息 睡晚一点没有关系 做好房台准备 不要想着说去逛百货公司 像信义百货信义商圈啊 百货公司林立 今天常常就很多父母亲 带着孩子去放风 人家台风要来你去放风 所以还是有一点矛盾 但没有办法 这就是民众的想法跟习性 所以我说基隆今天面临这个状况 我昨天下午是听到说 基隆市长那边 有没有在这个北北基陶宣布 是不是要提前 那后来北北基陶没有做提前的宣布 所以表示说谢国良的话 他还跟媒体解释 因为我宣布的时候媒体都在旁边 但其实有一个说法 我就可以打枪他 就是说其实他可以跟媒体讲 我们到了今天晚上八点 会统一一起宣布 我们一起讲就好了嘛 所有首长都是这样自恃的回答 你真的要保密 或真的要按照程序来的话 不要急 就算是媒体在我身旁 各位媒体先进先生小姐 我们到了晚上八点会统一一起宣布 你比希国良适合当基隆市长 那时候怎么那么刚好媒体就在旁边 不太可能 所以我就说如果他硬要拿这个的话 说不过去 我可以说晚上八点宣布就好了 记者也不会有讲话 本来晚上八点 各县市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和宣布模式 一共一起发声明就好了 但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候讲就是可能你们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点有点急 或者是说到时候说他他宣布放或不放跟北北逃三个县是不一样的这个步调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北北基逃一日生活圈 没错 那北北基逃基先跑了 他先宣布了 我觉得有点压着北北逃一起宣布 但也没关系啦 我也谢谢谢国良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让我昨天觉得说张战正可能不放 可能因为基隆宣布放了 所以北北逃跟着放 所以我才说我不是谢谢张战正 我是谢谢谢国良 那虽然我不是基隆市民 但是因为桃园 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 这我自己猜测 所以我才说你要不猜没有联想那都很难 但台风价就是如此 以市民最大多数的利益跟保障 和他权益为主 那放了就放了 那还是把房台准备工作做好就好 是现在是要谢谢谢国良 还是要谢谢拆良团体 让他有所谓这样子的压力呢 诗习姐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放完这个台风价之后 不晓得谢国良的县市长满意度调查 会不会稍微上升一点 这两天来自于天下杂志 县市长满意度调查 他其实分了好几组 有标杆组 模范组什么优等组 然后最后一组是冲刺组 所以这已经是调查部的那组了 那调查部的这组有哪些成员 蒋万安侯友宜 勉强及格 新竹县杨文科 哇那倒数第二谢国良 幸好还有一个高宏安垫底 不然谢国良这个有个最后一名了 那所以很多人会讲啊 哇那这个放这个台风价 到底有没有想要讨好市民的这个成分在呢 刚刚静平就卸错人了啊 真正该谢的真的是拆良团体啦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推动罢免活动的话 谢国良其实不会有昨天这样表现 那他这个提前宣布今天放台风价这件事情 究竟对于他的罢免案是帮助还是还是其实反而是更加深说对 你果然是施政不利 因为你作为一个市长 其实你没有依据正确的刑事判断在作为你施政的标准 而是依照为自己讨好选民的这个这个方式在做政府的决策 说这件事情很糟糕啊 因为放不放台风价这件事本来就是有科学根据的嘛 记不记得几年前赖清德总统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这个没有放假就隔天哇果然呢 你看他他就这个是赖神的封号 是从那一次放台风价开始起来的 那为什么赖清德会知道不应该放台风价 因为他有气象的数据那所以各个县市首长 你们在做施政判断的时候 当然是应该根据科学的数据 没有在根据自己的政治上面的情势 来作为你施政的这个决策依据 这太离谱了啦 所以你看手法太粗糙了啦 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 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啊 因为台风在台湾尾巴的外面 他还在西南外海那边打转耶 你台湾头抢着宣布放假 这个就荒唐了嘛 那他选择决定要放假 所以这件事一定是政治处理 这件事绝对不会是科学处理 绝对不会是因为你手中 有强大的气象团队告诉你资讯 所以你做出这么理智的决定 一定不是嘛 一定是为了你自己讨好选民 哇你看我们可以多一天假 一定是这样啊 那所以大家就反而会因此而更加深了 对嘛 所以谢国良你真的不适合施政 因为你只会用自己在政治上面的危机 来做这个判断 这怎么会是一个好的市长呢 所以在天下和远见 他的排名都是最后一名的状况底 几乎那个高宏安还比他更差 可是我觉得那个排高宏安也有点奇怪 因为高宏安现在没有当市长 已经被停职了 所以他是实际上是倒数第一次 所以谢国良才是真正的实质名归的 最后一名 实质名归啦 对啊 远见也给他最后一名 因为他赢这个没有再任的高宏安 我觉得有点胜之不武 所以应该拿掉高宏安 那所以这对谢国良来说 我觉得其实是雪上加霜 你选择了一个更糟糕的决策 然后做下去 更不要提刚刚讲到的防台的准则 叫做用沙包压草皮 所以沙包其实是防水的 他其实是吸水的 然后你把他当作一个重物 把他压住 就要让大家又回想起说 对 基隆处处是人工草皮 而且之前我们也曾经讨论过 你到处都堆人工草皮 而且那个人工草皮有卷成条状 然后被吹到那个走廊旁边的那个 那个画面那个景上过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 其实都会加深 基隆市民觉得 对 你果然没能力 你果然在这个台风天 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 你果然在世荣的美观上面 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的时候 你在防台的策略上面 你用沙包当这个重压的物品 这件事情也是错 你错上加错 连三错的状况底下 你觉得他在下个礼拜的 这个投票罢免 会有好的结果吗 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说 一点帮助都没有 更何况放了一天假 大家很爽 但是大家在投票的时候 会觉得 因为他上个礼拜的时候 给我放一天假 我好感谢他 所以我要给他不罢免吗 会这样子吗 民众会这样吗 其实不会 所以我觉得 他有点这个徒劳无功 就是想做功德 结果做到了这个拍马屁 拍到了马腿上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对于谢国良来说 并没有任何帮助 因为现在10月13号 就是罢免投票在即 那我们看到 其实国民党现在 也是就是请全党之力 要护谢国良过关 所以呢 他们在10月13的前夕 哇 10月12号礼拜六 也有办一场这个选前之夜 这个罢免前的选前之夜 那有说这个谢国良 他们好像有去邀请韩国瑜 但是人家韩国瑜那边说 我爱去 不出席 怎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国民党里面 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民党党主席柯文哲被接押后 检方已经在九月四度密集提训 不过在十月一号 又第五度提训时 却卡关 柯文哲拒绝出庭 外界联想是否随着市政一一浮现 才祭出攻防 而且北市议员许淑华又发现新疑点 针对金华城 百分之三九二到五六零融机 有一份公文提到 针对都省会决议要做大接扩 整体开发部分 居然使用四以完成 模糊字演义笔带过 让议员质疑根本放水 呼吁监察院重启调查 必须要跟西北册的这个居民的老屋 一起来更新 这个金华城并没有跟西北册的居民 做整体的开发 但是呢 柯文哲居然就给了五六零 当时的理由是因为监察院的监委 刘德勋 特别来指证台北市政府 要放宽这个农机奖励 那理由是用什么呢 是用一个似乎的似 而且随着检盗深入调查 慢慢指向柯文哲 似乎早就插手 加上牵线员前兵役局长 朱雅虎认罪和蔡壁如 二零一新年的市长是首遇 格外引发关注 但这直接影响的就是蔡壁如 因为毕竟蔡壁如当时候 还是柯文哲的地下副事 所以在五六零当中 朱雅虎所说的一个呈堂证供 那认罪的部分 我相信某部分跟蔡壁如 应该拉得上关系 所以我认为蔡壁如 应该是下一个阶段 跑不掉的一个对象 现在爆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号 到二十六号 危机集团员工均款两百一十万 给民众党 资讯媒体人黄阳明指出 怎么这么刚好 民众党规定募款责任额结算日 就是每年三月底 直辖市长有一百五十万的募款 责任额和这两百多万 不谋而合 如果这个所有的这个金钱 跟柯文哲所谓的这个政治人物 募款的责任额 如果勾集起来真的有 他所谓对价关系的话 他当然也会成为另外一个简单 这个查询柯文哲金流的一个破口 随着金流逐渐浮现 柯文哲是图利还是收费 恐怕不是自己说了算 好 因为目前调查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知道 其实检方非常的密集提讯 可是瑞德哥 昨天我们看到状况是 柯文哲不爱去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呢 他直接拒绝出庭应讯 那后来检察官也说 那沈卓他的身心状况 那就决定取消戒题 那改天 改天再提讯了 可是这样子的状况 让大家觉得 这是非常的罕见的 等一下律师也可以补充 这个被羁押的人 说不可以去就能不可以去吗 难道你是身体发生 什么很重大的变化 还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吗 那这是柯文哲的部分 那另外沈庆经 他现在身体的状况 可能是非常不妙的状态 因为他被羁押的32天 里面已经三度的借户送医了 那台北看守所也说 真的他现在在办理住院 那现在这个沈庆经 现在身体是总控 接下来这个案情 会不会因此 而有什么样子的耽搁呢 他现在人已经在担心了 来 瑞德哥 那么沈庆经身体不好 三次的 好像三次还是五次的 这个借户就一样 那还包括什么上吐下泻 然后坐轮椅 然后这个装尿袋 但是我记得上一次 借训提训十个小时的 那个过程当中 后来还会站起来走路 还有吹口哨 你记不记得吗 还有吹口哨 心情不错 是 他们两个人 沈庆经跟柯文哲 两个人 那么超夫寻常的一个动作 像沈庆经又说 什么全身抽搐 那就很严重 都跟一件事情有关 是什么 朱雅甫跟李文中 收押警戒 在此之前 沈庆经还可以吹口哨 对不对 朱雅甫一成人行 됩니다 他全身抽出了 你知道嗎 他就緊急送醫了 影響到他心情非常的嚴重 但是我們希望不要有任何的悲劇發生 可是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面要思考 如果只是單純 如果沒有生命之餘的話 用這樣的方式如果就可以交保 那全台灣的所有要禁見的犯人 每個人都可以用這一套 那麼除此之外科文者的部分 三十七年前我當社會記者開始 罕見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那麼被告嫌疑犯 在三審定驗之前我們都以嫌疑犯來形容 科文者現在就是涉嫌貪污罪的嫌疑犯 跟被告 那麼他拒絕 他四次已經檢察官給他提訓 他第五次拒絕 可以拒絕嗎 告訴各位 還真的不能拒絕 等一下我們陳律師會跟大家說明就對了 還真的不能拒絕 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就是重病 重病他都已經沒有辦法了 連講話就沒辦法說話了 趕快抬到醫院去急救幹嘛 那個沒有辦法 那個沒有辦法 你今天是收押禁見的被告 拒絕在裡面 我講坦白 除了律師之外 綠件之外 其他人你連通信都沒有 你連家人看你都不可以 怕他們串供等等 那麼檢察官現在就相關案情 救訓你或者是救訓你就直接到看守所去 那那個是不正常的 因為那個除非是為了要節省時間搶壞 或者是說有被截囚之餘 有風險 否則照理來講都應該把他直接叫求車罰警 把他壓到這個地檢署去 或者叫連政署幹嘛的這樣子 壓到連政署去 這個是正常的法律程序 那麼檢察官其實沒有錯了 那麼黃定義律師他們在此之前就已經有評論說 其實檢察官是禮遇他 我講坦白要不是禮遇你 對 不錯 不是禮遇你 那麼主要的在野黨369萬票的總統候選人 等等在野黨的主席等等 還有前台北市長已經禮遇你了 要不然的話哪有這個情況之下 還可以讓你說我要我不要 你不覺得他已經65歲了卻像個小孩一樣嗎 我不要你知道嗎 為什麼因為李文中被受壓 我不跟你問你知道嗎 我就不要跟你問你錯了 你不能不要 你還真的可以強制把你壓到那個求車上去 把你靠起來啊 你嫌前面手銬不夠的話 把你靠後面你知道嗎 用台的把你抬到台北地檢署去 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 我保持接默我都不講 我保持接默啊 我都不講啊 我到現場不講 在法律上我們現在台灣的法律 現在警察要逮捕你一個動作沒做的話 你甚至於連逮捕都不能逮捕 一逮捕你的時候 要不去跟你講說 你有三個你可以請律師 可以保持接默啊 等等這些 如果你沒有講的話 甚至沒有完成法定的程序 那個逮捕甚至於是違法的等等嘛 所以你到就算 就算檢察官把你叫來 我可以不講話 不講話當然你保持接默 可是問題就會對你不利啊 因為你因為檢察官 會把柯文哲調來 你認為要幹嘛 他們已經已經 像昨天又接訓的這個等於說 李文忠嘛 那李文忠的部分 還有這個陳文忠 這兩個文忠對不對 一財一文一武 你知道嗎 一個是搞錢的 一個是隨戶嘛 一個是隨戶出身 但是他們都有共同對戰 就是對他非常的了解貼身嘛 另外就是隨身秘書 有一個還傳兩次了嘛 隨身秘書 他比不雅手勢的那一個 把行蹤全部查得清清楚楚 全部做證人 證人給我拒絕作證 給我簽名了以後 你敢說謊的話 那些證人全部七年以下 尤其都行的偽證罪 然後把它全部弄好以後 叫柯文哲來問 為什麼 那一五零零是什麼意思 你要解釋啊 你要說清 當然你也可以不要講 被告 被告不需要做 不利於自己的陳述 但你不講就糟糕了 事實上簡單觀看叫你來 只是要你承認 有跟沒有這樣而已啦 你現在這個節骨眼 要讓你柯文哲講出說 我有收錢 或是我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柯文哲選擇了一個 最笨的方式 為什麼呢 我唸一段給大家聽 記不記得柯文哲的律師 什麼說柯文哲放棄 抗告就有關 被收押禁見的時候 不是有個新聞稿嗎 第二段裡面寫 柯文哲 柯文哲先生啊 他說啊 跟律師講 如果要看 如遭激壓不願抗告 請檢察官於此兩個月之 激壓期間內 窮盡一切調查義務 本人議會盡力配合調查等於 等到檢察官窮盡一切調查義務的時候呢 你柯文哲選擇的是 我不要給你問 我不要給你問 你反而變成這個樣子嘛 你盡情說好聽啊 是不是因為你發現檢察官查出 你不想讓他查出的東西很簡單 你沒有補啊 所以你才用這種方法嘛 要不然你正面對決就可以了 為什麼選擇用這種逃避的方式 這到底是什麼 還是什麼樣的情形 剛才瑞德哥講的那一段 我們也寫在圖卡上 之前柯文哲被收押之後 他的三名律師一起發了一個共同聲明 說人家柯文哲說 希望檢方後你就在這羈押的 這兩個月期間窮盡一切調查 他本人柯文哲都會盡力的配合調查 居然都已經說成這樣 都說會配合調查 那軍委律師為什麼在昨天的狀況 會說拒絕應訊呢 而且民眾黨的這個學姐黃靜穎 他是幫阿伯講話 他說檢察官可以這樣子嗎 你這樣這麼密集的叫阿伯來問 這樣子會造成人家 心理上非常大的負擔 非常大的壓力 這可以當作理由嗎 律師 我覺得黃靜穎問這個問題 說檢察官可以這樣子密集徵訊嗎 我反問學姐 那請問柯文哲可以拒絕 徵訊嗎 對阿 法律上當然不行 刑事施用法75條已經規定 如果今天檢方 刑事施用法75條規定 如果檢方今天 經合法傳喚 你無政當理由到場 他可以怎樣 剛剛瑞德哥說 瑞德哥有說 直接居體嘛 所以代表怎樣 檢察官的確是理喻他 其實昨天檢察官可以完全不管他的意願 直接把他上手銬 直接直接押走就對了 帶到北檢去救訓 直接去徵訓 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 那律師你覺得為什麼檢察官沒有這樣子做呢 後來說 那我們改天 沈卓他身心狀況 改天再提訓他 我在猜想 他檢方會特別說 觀察其沈卓其身心狀況 決定取消借體 我在猜有可能 昨天這個柯文哲在牢裡面 在那個北手裡面 可能又哭又鬧 你就想像 有一個女兒在說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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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種狀況 很盧的那種情況 才會有這種身心狀況 否則按照刑事訴訟法 本來檢察官叫你來 你就得來 除非你有生病 我們法條你們規定 除非你生病或心智缺陷 你要送病你當然可以不用去啊 但是你昨天沒有這個狀況 但是在那邊哭哭鬧鬧 好吧檢察官只好說 給他個禮遇 放他一馬不去 好 那我反向去說 那請問柯文哲 昨天真的有這些身心狀況嗎 我覺得這個必須 因為看守所 台北監獄裡面都有醫生 我覺得必須要請醫生去好好去看 這個狀況 律師我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在說 因為北檢昨天有講 沈卓身心狀況 所以取消戒題 那當然外界就有很多的猜測說 阿伯身心是不是出了一點問題呢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情況 那北檢也有趕快來澄清 北檢這一段是說 他們澄清說 雖然他們這樣講 但不是指阿伯的身心狀況出問題 那就奇怪 這樣到底 這樣是不是就像軍委律師所推論 所以就看不出到底情緒 因為身心狀況不好 有兩種一種是真的你達到生病 或心智缺陷 這是法條規定 那你要出去醫生證明 那另外一種 剛才說的 塞生地你就死不去嘛 那檢察官也覺得算了 不想要為難他 給他一個方便 可是你要思考 為什麼檢察官會給他一個方便 對啊 不可能這麼便宜了事 那代表怎樣 檢察官手上證據已經十拿九穩 你要不要講我也不會 我也不太在意 你外來我就叫李文中來啊 因為李文中在這個整個精華塵案 就是柯文哲的大帳房嘛 李文中如果願意招任了 他把所有資料調出來 柯文哲半天就怕死了 晚上就睡不著了 所以某程度我們去判斷說 犯罪心理選我們去看 為什麼柯文哲昨天不敢去 因為他怕跟李文中對峙 可能昨天檢方就要實行李文中跟柯文哲對峙 如果李文中他不願意承認 好那不願意承認 到底不願意承認哪個部分 有沒有可能承認的部分 那不管有承認不承認 這些東西同樣再拿去問柯文哲 如果兩個講的不一樣 都不起來的話 都不起來 那你們兩個就大概就出不去了 你有可能延壓就會造成 你被積壓會繼續出繼續壓下去 因為代表你們兩位可能有勾串證人 這個情況 那重點就是什麼 其實重點就是因為珠牙虎坦承行賄 其實我常常講 我們上次有講 其實在賄賂罪裡面 不管行賄者或收賄者 只要行賄者有一方招任 其實以檢方來講 他已經結案了 他其實可以起訴 他其實可以不用管賄賂者 他怎麼說你要怎麼說 你要說沒有對價 你說這不是賄賂的款項 這是政治獻金沒關係 請到法院去說 以檢察官的角度 我就是直接起訴你 所以我相信柯文哲他也擔心說 嗨啊這時候珠牙虎被壓 李文中被壓 然後珠牙虎坦承犯刑 那李文中我說他未來我判斷他也會坦承 為什麼 對跟從頭到尾對我來講 我只是幫別人做事 我為什麼要幫你擔這個責任 大家知道如果小弟跟大哥出現了這個狀況 小弟被壓 那至少你要給小弟一些好處啊 李文中在這 他有什麼紅利嗎 看起來沒有什麼好看的 那我為什麼要幫你擔這個責任 因為看起來民眾黨目前是切割 然後把所有責任推到李文中身上 所以你這個會造成李文中最後有可能會承認犯罪喔 那一旦珠牙虎承認李文中承認 這個案子不僅是可以起訴 幾乎可以說判決有罪 所以柯文哲會想說啊 嗨啊怎麼會發生這個狀況 所以他昨天的腮性跌 你可以說他突然身心狀況怎麼樣不佳 但依我們律師看是他覺得大事不妙 而且他害怕跟李文中對峙 阿伯是不是覺得真的大事已去了呢 可是柯文哲這樣塞性跌這樣不要去 對他日後的官司真的有幫助嗎 現在大家有兩種看法 有一種是覺得 就像剛才律師所說的 檢察官人家說不定調查的證據 已經十拿九穩了嘛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今天看到蔡正遠的說法說什麼 他學了柯文哲這樣很高竿耶 他說這樣很聰明耶 那個智商很高人才會這樣 他就是挑竿不要去 要有檢察官難看啦 有人是為這條山這樣去想耶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討論